精气能不能吃恶椒 时俊副产科副主任医师 恶椒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中药的补药 是比较好的 然后它主要的功效就是补气补血 但是它有一定的活血的一个功能 它精气是否能吃 就要根据这个病人自己的情况 咨询相关的医生来定 因为有的人他的月经特别少 体质特别弱 也就是咱们中医说的气血不足 这种病人精气是可以吃的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 他本身的月经量就很大 而且月经容易出现淋漓不尽 月经紊乱 这种我们建议他就不要吃 因为你吃了以后 咱们就不知道你这个月经量多 或者淋漓不尽 是不是因为你吃恶椒 引起的活血作用造成的 还是因为你本身 咱们的内膜出现问题 或者是咱们暖潮的功能出现问题 所以具体能吃不能吃 咱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咨询相关医生来定 专家提示 一、恶椒是中国传统的补药 主要的功效是补气补血 也有一定的活血功能 二、经期是否吃恶椒 要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 咨询相关医生确定 三、月经少 体质弱 气血不足的病人在经期可以吃 月经紊乱的病人建议不要吃 优优独。 谢谢观看